領導人的這種舉行定向 是非常關鍵的 中俄的合作 它有它的邏輯性和必然性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 但是不管多麼複雜的事情 得第一步總得有人來做 中俄兩國的合作越扎實 那麼對於全球戰略穩定的貢獻 就越大 《鳳凰聚焦》 中俄首腦會晤 因高度關注 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鳳凰聚焦》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俄羅斯總統普京 是兩位互稱親愛的朋友的元首 這次的會晤 毫無疑問是全球最重大的焦點 當習近平主席的專機 起飛前往莫斯科之時 一家面向普通公眾 查詢航班訊息的網站 在瞬間就湧入十萬人 而兩位元首發表的每一句話 甚至建築媒體的每一個詞 都更是被輿論 掰開了揉碎了來分析 俄烏烏衝衝突之下 國際風雲變幻之中 兩位領導人向世界 發出了怎樣的信號 應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3月20日至22日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莫斯科時間3月20日 習近平抵達俄羅斯之後 應約在克里姆林宮 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感谢总统先生 我非常盛行地邀请我今天来进行这种 一对一的 我们说非正式的朋友之间的这种交谈 我非常愿意和你就两国关系 和我们共同关心的各方面的问题 深入的教会意见 3月2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 会见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 米书斯金表示 他率俄罗斯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内阁成员 一起同习近平会见 对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表示热烈欢迎 下午 习近平出席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二层乔治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 中俄元首正式会谈 紧随其后 在克里姆林宫孔雀石大厅拉开眉幕 习近平与普京小范围会谈之后 双方代表再举行大范围会谈 中俄之间确实有大量的问题要谈 不管是经贸关系 政治关系 木铃友好关系 方方面面都必须由两国元首来设定基调 然后两国政府方方面面才能够予以落实 宏达中俄战略协助伙伴关系建立以来 中俄每次元首都会晤 你看他这么回顾下来的话 每次都是两个人聚焦在如何扩大双边合作 让两国就是咱们讲就获得更多 或者让人民受益 让国家利益受益 这次访问的也不例外 就是说中俄两国元首聚焦中俄双边合作 广泛领域的政治安全领域 经贸科技领域 包括人们交流等等 方方面面的领域都是聚焦在双边的方面 这是基础 出访当天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都将中俄关系置于本国外交优先方向 中俄是这个互为最大的邻国 我们有着这个4300多公里的边界 而且俄罗斯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 中国是人口 至少现在还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尽管当前的这种国际局势这样的复杂多变 但是中俄关系就像王毅主人讲的 中俄关系稳如泰山 而且随着这次高访 中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在全球战略稳定性上都具有重要的变量 那么加强中俄战略协作 中俄关系好那是个正数 中俄关系不好它是个负数 所以我想就是这样两个大国的关系 对于全球战略稳定 那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正能量的关键变量 十年来经历国际风云变换 中俄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此次习近平与普京会见第一天 双方都提到了两人 十年前的那一次会面 你提到了十年之前 我这个首任国家主席之后 选择的首选国就是俄罗斯 刚才你提到了 我也是 既已游行历历在目 十年前 2013年3月22日 在克里姆林宫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30多名政府高官组成超豪华阵容 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9年6月5日 中俄两国元首决定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不断提升 过去十年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 为领导的党政军 我们这一边都非常重视 跟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 而且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中俄之间的元首外交至关重要 因为两国元首都给两国关系 设定了一个基调 那方方面面 我们都是要忠实地执行 2021年6月28日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发表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20周年的联合声明 正式宣布条约延期 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成为21世纪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长期稳定发展的 纲领性和基础性文件 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 领导人的这种举席定向 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领导人的战略引领 普京对华也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习主席也是一直持 对中俄关系非常重视 所以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 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应该讲 这十年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十年来 中俄元首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会面40次 经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两国始终保持健康稳定 高水平发展 成功实践了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 两国元首的交往 也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指南针 和定牌星 过去十年里边 中俄元首见面非常频繁 这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都至关重要 因为毕竟这两个国家 如此大的块头 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 而且各自肩膀上 都有很多的国际责任 所以中俄首脑峰会 定期见面至关重要 中俄两国的关系走向了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说两国元首的交往 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 就是关键在于怎么指导 这个具有充分自豪感和骄傲感的俄罗斯 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自豪骄傲感的中国 这两个大国怎么在一起和平相处 而且还能够合作共赢 这个实际上是技术含量挺高的 因此我们说两国元首 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中 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 起到了指南针的作用 定盘星的作用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3月21日下午 习近平同普京共同签署 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俄方积极评价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为谋求军事 政治和其他优势 而损害别国的合理安全利益 俄方重申 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俄方欢迎中方愿为通过 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积极作用 欢迎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中阐述的 建设性主张 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而中国率先提出了 12条的乌克兰战争 或者危机的解决方案 这在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真正的来推动 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方案 所以非常的难得 也非常的可贵 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 那么中国采取了一个 不仅仅是中立的立场 而且是一个积极中立的立场 那么中国的积极中立立场是什么呢 它始终在呼吁 始终在努力 我们叫做劝和促谈 这就叫积极 当然还有一种中立是什么呢 就是表面我什么都不做 但实际上就是说 我给你交友 我给你穿活 我给你拱活 中国反过来 就是说在中立的问题上 采取的一种积极中立 那么中国首先就是冲突双方 我谁都不支持 当然不支持 俄罗斯把战争打到底 在联合声明中 中俄双方指出 解决乌克兰危机 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并防止形成阵营对抗 拱火交友 双方强调 负责任的对话 是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为此国际社会应支持 相关建设性努力 双方呼吁停止一切促使局势紧张 战事延宕的举动 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 甚至失控 双方反对任何未经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的单边制裁 习近平反而成为一次 真正的和平之旅 乌克兰危机爆发到现在 其实各方的利益的牵扯 或者说这个关联度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密切 在这个时候 要解开这个结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但是不管多么复杂的事情 在第一步总得有人来做 所以我想要处理这样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 中方实际上在付出长期努力的 同时现在也需要更多的 比如说像习主席这次访问一样 和各方的领导人 要面对面坐下来沟通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逐渐地创造一个 对话的氛围 让这个国际社会 把目前解决危机的这个焦点 从战场上 从冲突中转移到 外交和平的这个方向上来 普京在向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中的 许多条款 与俄罗斯的做法是一致的 当他们在西方和基辅准备好时 可以将其作为和平解决的基础 那在这次联合声明中 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再次努力重申 只有有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 摒弃丛林法则 通过致力于和谈合作 然后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 这样为达成 为建成一个 就真正的基础牢固的 包括有可持续性 就永久的和平奠定基础 同时中方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也是愿意做出 乃至隶属人籍的这样一个贡献 十年来 中俄在各领域的合作 得到长足发展 两位元首一见面 就了解了双方的经贸往来 和合作目标 我们都为了我们各自国家的发展繁荣 在做出努力 中国呢 我们提出了下一步要建设 中国是现代化 贵国也有一些非常宏伟的发展目标 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合作 共同努力 来促进 我们的这种目标的实现 第二天的元首会谈 双方讨论了 如何在经济军事技术等领域 为两国的务实合作 在天新动力 共同剥划未来一个时期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蓝图 经贸合作是俄中关系的优先事项 十年来 中俄贸易额年年攀升 2014年 两国贸易额不到1000亿美金 而2022年 已超过1900亿美金 比十年前增长了116% 中国连续13年 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俄双边贸易 它由小到大 而且进入飞速增长 由小到大反映着什么呢 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这两个经济体 它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 都在迅速扩大 所以你才有一个贸易的扩大 也就是说 在中国跟俄罗斯 国内市场规模都在迅速扩大的时候 导致了双方互为进口的 规模也就扩大 同样中俄双方的生产能力 增强的时候 那么互为出口的这个规模 也在扩大 那么中俄现在这次 比如说习主席去访问俄罗斯 这是个重头戏 就是说双方怎么样 进一步地推动贸易增长 中俄的经济是高度地互补 因为俄罗斯所拥有的大量的石油 天然气 煤矿 各种矿杖和农产品等等 以及它在军工 尤其是太空 深海 很多方面的优势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的机械制造 我们的电子产品 我们的数码经济 等等方面 比俄罗斯方面要领先 我们的轻工产品 在俄罗斯很受欢迎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中俄之间的经济互赌 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中俄之间 如果说我们不断地推动的话 现在接近2000亿美元 你翻一翻到四五千亿美元 应该不成问题 俄罗斯浮原辽阔 自然资源极其丰富 其以碳明的天然气储量 高达40万亿立方米 排名世界第一 以碳明的石油储量 超过1000亿桶 排名世界第六 以碳明的煤炭储量 超过1570亿吨 排名世界第二 丰富的自然资源 让俄罗斯成为能源出口大国 中俄之间 现在不仅有原油管道 还有刚刚全线贯通的 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 21日与习近平小范围会谈中 普京指出通往中国的 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 所有指标几乎都已商定 俄罗斯企业有能力满足 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无论按合同规定 还是其他更多方面 会后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准备增加 对中国不间断石油供应 以及扩大对中国的 液化天然气供应 普京说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将与中国的核心机构 签署长期合作计划 在这个能源领域 中俄两国的复补性 是以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就是中俄有很多互补性 那个最最最互补性的 就是一个能源 具体说 就是说 咱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它也是世界上前三大之一 这个能源出口国 那么按照供应链讲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需求端 它们是一个巨大的供给端 那么就完美地构成了 一个这个供应链条 21日双方小范围会谈中 普京表示 俄罗斯愿意支持中国企业 取代离开俄罗斯的企业 应进一步鼓励俄中两国 以本国货币相互结算的实践 俄方期待 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 食品出口增长 俄中可通过结合自身潜力 成为人工智能和信息发展领域的 世界领导者 21日下午 中俄元首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 关于2030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 规划的联合声明 中俄合作领域更加深广 现在这个重点合作领域 是一方面要针对双方目前 已经出现的一些 军贸合作的现实 然后进行更好的调整和规划 来适应这种变化 比如说我们讲到现在 在短期内 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 逐渐扩大到 比如说汽车 制造业 包括一些食品加工等等 这样一种变化 它需要更好地反映在 我们未来的规划中 比如说我们对俄罗斯的投资 要更有规划性 反过来俄方对我们的一些需求 它也在出现一些变化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原有的合作的领域 和新增的一些合作领域 给它更好地进行匹配 除了双边合作 21日上午 习近平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 会见俄罗斯总理 米书斯金时也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共建一带一路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愿同俄方以及联盟各国一道 全面落实好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经贸合作协定 开展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2019年10月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经贸合作协定生效 2023年 中国还和欧亚经济联盟 签署了 旨在加强经贸合作的路线图 欧亚经济联盟 由俄罗斯主导 2015年启动 由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和亚美尼亚 五个成员国 这五国都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合作伙伴 这里面的合作内容 实际上是很丰富的 除了中俄双边的合作 它还体现在 一带一路合作 和欧亚经济联盟 之间的对接 一带一路合作参与 提出十周年 而长期以来 其实俄罗斯 和俄罗斯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 是一带一路合作的 重要的对象 所以我想今年 在做好重点 合作规划的同时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 一带一路合作 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 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方 未来加强规划 加强合作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中俄两国世代友好 双方密切地往来 也带来了丰富的人文交流 过去五年来 双方先后举办了 以地方合作 科技创新 体育交流为主题的 三个国家年 2022年12月 中俄共同签署 2022到2023年 中俄体育交流年 行动计划议定书 双方将在体育交流年框架下 开展共计600余项交流活动 在此次会谈中 普京表示 在西方国家利用体育 作为施压工具时 俄罗斯和中国的体育关系 在现实变得尤其重要 那么中俄两国合作 我想更扎实 更务实 而且更有时效 所谓更扎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双方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各个领域 它会有更多的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 都是一些实际的项目 就是更扎实 那么更务实呢 就是说中俄两国广泛的合作 这种全面的战略协作呢 它会更加的针对 当今的国际现实 能合作的就合作 不能合作的 要为未来的合作创造条件 这就是更务实 那么就更有时效呢 就是说中俄两国的 它的合作越扎实 那么对于全球战略稳定 它的贡献就越大 而且呢 它合作的越扎实 越丰富呢 实际也就对这个一个 如何建立这个 大国与大国的这种 合作共赢关系啊 它这种范式 这种模式呢 就会越成熟 这个成熟呢 对未来的国际关系 其实是个引领 习近平与普京 在举行大范围会谈后 共同会见了记者 习近平表示 十年来 他与普京建立了密切关系 保持战略沟通 推动两国战略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刚才 我同普京总统举行了 坦诚友好 富有成果的会谈 就双边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我期待 继续通过各种方式 同普京总统 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引领 中俄关系 行稳 致远 谢谢大家 本次习近平访额 受到国际广泛关注 法新社 路透社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英国卫报等媒体 军队两位元首会谈 进行实时跟进报道 20日 习近平访额之际 美国白宫就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 仍寻求要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在适当时间通话 并称仍然希望 可以把布林肯访问北京 排上日程 习主席在此次访问期间 与俄方也是达成了一系列的 可以说丰富的成果 无论是在发展两国关系的 政治共识上 双方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 可以巩固双方人民之间 民众之间 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个问题上 这都是可以说是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 这个也是引发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次习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 可以说真是一次 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和和平之旅 友谊 合作 和平 这不只是对习近平主席 这次访俄之旅的核心概括 如果各方能够诚实地面对世界 现在的动荡 未来的隐患 就能够体会到 这也是对全球安全与和平的倡议和承诺 中俄面向未来的大国关系 是国际局势中重要的稳定力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